古代人用什么洗头发呢? 古代人讲究身体发肤受制父母,所以不怎么剪头发,连小哥哥们也是长发及腰说成发迹,而古代的美女们都是一头绣发,其不光能够提升形象,关键还能撩人啊。 汉朝的魏子夫当年就是靠一头绣发征服了汉武帝的,太平御览记载,头姐尚见其发迹,月之因丽为后。 古人重视头发,所以也重视洗头发,沐浴一词中的沐最初指的就是洗头发。 汉朝时公务员每五天放假一天,就是让他们回家洗头发,这个假期被称为休暮。 有的朋友会诧异啊,五天洗一次头发也太久了吧,现在三天不洗头发都受不了了。 此一时彼一时啊,古代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,披茶一点火烧水,洗发擦干梳理, 哪个工序都很费时费力。 实际记载,周公说自己一目三桌发,一饭三图谱, 其以待世,有恐是天下之闲人。 啥意思呢? 就是周公李贤下世洗头发的时候呢,如果赶上有人求见, 他就会捏着湿漉漉的头发去见,洗一次头发会出现三次这样的情况。 尽管说很夸张啊,但是也能从侧面看出,古人洗头发的确是一个大工程。 那么问题来了,古人洗头发用什么当洗发水呢? 最常用的就是造夹,俗称造角。 将泡制过的造角放在水盆里,反复的揉搓,或者是用硬物砸碎, 等到水质略微粘稠之后将杂物捞出。 剩下的液体就是古人的造角纯草本洗发水了。 用这种造角洗发液洗发,去污养发的功能非常好, 还有污发固发的功效。 用造角洗头发,稍微有点刺激性的味道, 有的人呢不太习惯。 于是跟造角功能类似,味道却更为清爽的木槿液就大受欢迎。 木槿液洗头发的时候,制作方法和造角大同小异。 关于木槿液洗头发,还有一个传说。 说七夕时啊,牛郎织女雀桥相会, 织女留下的香似泪水会从雀桥上飘落下来, 落在凡间的木槿树叶上。 所以七夕那天用木槿液洗头,就可以得到织女的庇佑。 未婚的女子就能很快找到如意郎金。 今天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, 依然有七夕用木槿液洗头发的习俗。 古人呢还用茶枯来洗头发。 茶枯饼啊,通过油茶子榨油之后,残渣压制而成。 虽然看起来,哎呀,脏脏的, 但是因为它具有杀菌去污的能力, 一直是古代洗发的佳品。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 很多的南方女性还在用茶枯来洗发。 古人呢,其实还用这个草木灰洗头发。 草木灰是属于碱性的洗发剂, 可以具油脂养。 而且草木灰中富含有这个碳酸钾, 对油脂呢有很好的吸附效果。 用草木灰洗头发, 可以让油腻腻的头发变得干净清爽, 非常适合油性的发质。 另外呢,古人还有许多取材容易的洗发用品, 比如说, 先前时期就已经开始用的桃米水来洗头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